他被称为中国的拉姆斯 他的体脂率常年保持在7%左右 和巅峰时期的施瓦辛格是同一水平 他对自己最大的放纵 仅仅是喝上两罐冰可乐 或许在不看球人的眼中 白斩肌皮有度成为了中国球员的代名词 在带有偏见的视角里 他们看不到中国球员的努力 尤其是张林鹏 王大雷曾在采访中表示 国足里他最弃张林鹏感到惋惜 他拥有亚洲一流的身体素质 而且张林鹏非常自律 他本可以去切尔西踢球的 张林鹏从小便对自己有着强迫症般的高要求 许根宝教练让他每踢完一场比赛 就要写一篇简短的日记 总结一下自己的比赛 而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时至今日 张林鹏已经用最整齐的字体 写完了好几本日记本 在训练场上 张林鹏经常是走得最晚的那一个 现在的他仍旧会因为一天不训练而感到懊恼 那么在你心中 张林鹏是中国足球里最自律的球员吗